2022年6月 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唐山多名男子殴打四名女子事件 迄今包括四名女子誓死誓活 涉事局长在哪里等诸多真相仍被中共当局掩盖 足见唐山打人者背后背景之深 而从视频和随后爆出的消息看 打人者手段残忍非常老道 一看就是惯犯 事实也的确这样 至少有四人都曾非法拘禁过他人 但却一直逍遥法外 不仅如此 嚣张的他们对于自己的恶行并不以为然 反而还在事后发视频威胁曝光者 唐山黑势力由来已久 甚至敢拦下邓小平车队 虽然事后遭到清洗 但像雨后春笋一样频频在发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我们将为您揭晓 欢迎大家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最新内容 感谢您的支持 是谁给了唐山黑势力底气 一个被曝光的电话表明 这样的事在唐山根本就不是个事 打人者也没当回事 事后还在势力溜达 因为唐山矿产资源丰富 还是个海港城市 经济比较发达 所以产生了许多爆发户 这些爆发户手中都有自己的打手 当地同死一个人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可以印证此话不虚的是 在打人事件曝光后 在公安部下令 中共官媒和中纪委所谓高度重视 并要严查严惩后 几天里就有十几个唐山人 实名举报黑社会和警方人员 这说明这样的暴力事件 在唐山真的是屡见不鲜 受害者不少 至于烧烤店 那几名打人男子 应只是某些人手下的喽啰 而他们有恃无恐的底气 就使他们的黑老大有官家撑腰 让人呐喊的是 官方资料显示 中共自2018年1月发起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截至2020年4月底 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120个 涉黑犯罪集团9888个 刑居犯罪嫌疑人388442人 立案查处涉黑设恶腐败和保护伞 6万7190人 以河北为例 石家庄、唐山、恒水均打掉了 颇具势力影响非常坏的涉黑组织 取得了如此成果的中共 还在2021年3月29日 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 按理说 这应该足以震慑那些没被打掉的黑社会组织吧 中共当局应该轻松下来了吧 然而 2021年 中共公安部却继续展开扫黑行动 又打掉了黑社会性质组织190余个 恶势力犯罪集团1080余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1.7万名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9万起 累计抓获涉黑恶目标再逃人员618名 2022年1月和6月8日 中共公安部两次召开会议 继续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 并称要以此迎接中共二十大 就在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前两天的会议上 中共还承认 打黑除恶是长期的 复杂的 要贯彻反有组织犯罪法 始终把打击矛头对准各类突出黑恶犯罪 重拳打击杀罢 矿罢 深挖幕后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等等 但每一次运动后实际效果如何呢 据悉 唐山黑势力也已存在30多年 一波被清除 一波又起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妨先从30多年前说起 上个世纪80年代 很多知青返程 20多岁的他们因为找不到工作 或者无心工作被开除 整天无所事事 就拉帮结伙 主要欺负一些弱势人群获得利益 因为他们每人背包里都装着一把锋利的菜刀 所以被称为唐山菜刀队 1983年 唐山市居然出现了六支横行无忌 无恶不作 欺男霸女 当街抢劫 甚至杀人的菜刀队 一时间 唐山人心惶惶 谈之色变 普通百姓都害怕单独外出 尤其是女性和儿童 每天晚上 只要是一进自家门 门就立即紧闭 整个社会的治安遭到严重破坏 地方警力也无能为力 后来 河北省的菜刀队 已不仅满足于当地的发展 他们逐渐开始四处出击 远征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在一次北戴河的大规模泄斗时 双方彼此共出动700多人 最后造成8人死亡 30多人受伤 菜刀队的名头 也越来越响亮 导致菜刀队覆灭的 是他们抢劫了原件车辆 砍伤了一名军人 甚至还拦住了一个 前往北戴河疗养的 中共中央领导的车队 索要过路费 即便车队由警车开到 而这正是去北戴河疗养的 邓小平的车队 当时面对拦截者 邓小平的警卫员 出于安全的考虑 就上前沟通 没想到遭到了对方的殴打 随后警卫员与他们展开搏斗 虽然警卫员们的身手很好 但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 他们的菜刀 大刀 混战中 两名警卫员受到重伤 后因流血过多而死 最后唐山市公安局长来了 才帮邓小平解了围 菜刀队混混声称是给局长面子 而不是给北京面子 邓小平自然是相当震怒 邓随即下令严打 并在之后扩大到全国 很快 北京当局成立严打总指挥部 几十万军人被编入武警部队 军人转称的武警率先进驻唐山 将600多名菜刀队成员抓捕 50多人被枪决 欢迎大家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80年代唐山的黑势力被消灭后 唐山的治安好转 但到了90年代末和2000年后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唐山出现了新的黑势力 他们大多有官员充当保护伞 2005年天涯有个帖子 列出了唐山的有钱人 董四、大宝、二宝、大索、二索 并说这些人都不好惹 网上还有文章提到唐山的一段顺口溜 顺利贷款买宾利 红文竟想买飞机 皇室建筑深世起 春兴家族利润底 要问会员谁能及 气包无带品位居 回民之中谁提气 华云三宝跟你比 容易耍魂手段低 煤矿从东抢到西 鸾河小冬坐得稳 你家蓝背争第一 急穿老江还可以 家族企业谁能及 董事家业成大气 警察队伍雄第一 旷市霸业水感易 唯有曙光大哥吉 里边提到的都是唐山的豪强 而他们的背景都不简单 比如 三宝杨树宽 曾是唐山华云集团老板 政协委员 控制当地震宝站 拥有大量枪支 曾开装甲车上街 他的两辆法拉利 车牌分别是 GB88889和GB99998 杨非常嚣张 曾看中了一座铁矿 矿主根本不想卖 于是他直接上门讨要 逼迫矿主谈判 谈下来1200万转让 但杨树宽最后又后悔 说只给700万 矿主不肯 杨树宽就冲进矿主家里 在对着天花板开了五枪后 矿主签了转让协议 他还曾将两名警察打成重伤 杨树宽的保护惨 都在他的集团里 集团里所谓的老总、董事 很多都是退休在家的老领导 或者老领导的亲戚 他们被聘入华云集团 什么也不用干 只需要当洋联系保护伞的联络人 因为他认识很多有权势的官员 这就是杨树宽 有恃无恐的底气 2007年 杨树宽被抓获 罪名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罪 被判了无期 但是一个杨树宽倒下去 唐山还有许多豪墙在 亦有新的土豪崛起 而他们背后保护伞的模式 很多与杨树宽相同 他们的嚣张也不逊于杨 这也是为什么前面唐山人说了 烧烤店男子打人事件 根本不算傻事 找人花钱摆平就完了 所以唐山黑势力 或者说全国很多地方黑势力 屡禁不绝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这些地方黑势力 与中共官员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一个利益共同体被消灭 只意味着其他利益共同体的蛋糕扩大 当局根本无法将所有利益共同体消灭 因为其间的关系网盘根错节 一旦扯出全部 必将动摇其根本 说白了 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黑帮组织 就是一个黑社会 就是靠以黑制黑制国 中共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官员 都与不同势力 组成了不同的利益共同体 最为典型的就是江泽民 曾庆红家族 周永康家族等 如2013年 周永康被双规的消息传出后 海外媒体曾曝光周永康包庇黑社会 收受黑社会巨额贿赂的罪行 其中有这样一件事 2006年 宁夏自治区第二大黑社会头目 马某某 绑架了一名40岁的男子 起因是该男子 拒绝从其开发的房地产地盘上搬迁 该男子被绑架至马某某吃饭的地点 马某某强迫他签搬迁协议 但遭拒绝 马某某虽将四川火锅的热油 浇到该男子光头上 一勺一勺的浇 在浇到20多勺后 该男子被烫死 马某某因此被捕 并被判处死刑 不过在其家人给了周家的财务大总管吴斌 和周永康的儿子周斌两亿元后 马某某被释放 据悉是周永康亲自致电最高法 并签发了释放的命令 对此 一些宁夏检察院、公安 以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检察官 实名写信给中纪委反映此事 但却无人敢管 当时的中纪委书记吴关正 与周永康同属江派 是一丘之和 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类似的事情 在中共治下是相当的多 不仅仅是在唐山一地 而为了政治需要和权力斗争 本身就是黑帮组织的中共 会打击一些利益共同体 消灭一些黑势力 如在唐山和全国的扫黑行动 但却根本无力全面和彻底清除 这也就是北京当局不断反腐 不断扫黑 却依旧屡禁不绝的深层原因 简言之 腐败的土壤不更换 类似徐州女和唐山女等惨剧 一定会再次发生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如果您对这个话题 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见 请在下方留言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给我们点个赞 这将是对我们团队的最大鼓励 同时 如果您想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最新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